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欄目由墨色门窗 特约不易 2000年以后 美国加强了机场安检力度 因而引发民众不满 随之裸检 侵犯隐私等风波不断 前不久 成都双流机场的弱光子人体安检仪 被指UX射线辐射或影响健康 这使得大家一直担心的安检辐射问题又引起关注 目前 人民群众的安检频率不断增加 安检仪的安全性与隐私保护 成为科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7年9月 在中央企业双创成就展上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所 第二代泰赫资安检仪闪亮登场 同时 在新疆全面投入应用 引发社会广泛赞誉 稍等一下 麻烦打搅一下 我们想了解一下 你现在通过新型的泰赫资安检仪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安检仪 我听说安检仪对人体完全没有辐射 感觉到很放心 然后过来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的身体上的接触 很便捷 在4000公里之外的新疆图木舒克市 两封山安检站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十一院研发的泰赫资安检仪 正在进行安检 泰赫资安检仪让运营方 体验到与以往安检设备 全然不同的感受 传统的安检方式 它上的人员比较多 现在这个泰赫资安检仪上了以后 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进行屏幕观看 然后很精确就能找到那个可疑物品 还有我们重点查控的物品 一些管制刀具啊 还有一些非法书籍啊 我们这边都有查控的 以前的手持安检仪 主要是发现金属这一类的 安检设备的辐射问题 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泰赫资安检仪真的没有辐射吗 我们来到中国电科第38所的实验室里 进行验证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是一台辐射测量仪 接下来我将用它去测量这套设备 是否具有辐射 请问一下这套设备如何使用 人一直走到环着去寻转仪之后 然后就结束了 目前人们通常讲的安检电磁辐射 是指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 过量的X射线电磁辐射 会影响人体的视觉系统 心血管系统和升值系统 在我旋转的过程当中 这台辐射测量仪的数值 一直显示为零 那么可以说明这套泰赫资安检设备 是没有辐射的 实验人员使用的电磁辐射测量仪 非常灵敏 我们在现场拨打了一个手机电话 仪器感应到电磁辐射后 不仅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还发出了阵阵鸣叫 泰赫资人体安检议呢 它很安全 它对于人体完全是没有辐射的 它利用的完全是人体 自身发出的这么一个泰赫资波 所以说它是一个零辐射的安检议 泰赫资安检议 赢得专家和市场认同的第二个优势 是具有宽泛的安检范围 不局限于金属维建品 还能发现藏匿的炸药 毒品等非金属维建物品 在中国航天十一院的实验室里 我们对泰赫资安检议的安检范围 进行了测试 这是一台泰赫资安检议 和一组汽油 液态有毒制剂 水 粉末毒品 刀具和冰毒等维建品样品 实验人员首先携带汽油 进入安检空间 泰赫资安检仪开始报警 并在监视屏幕上 显示出围禁品的具体位置 实验人员接着携带液态有毒制剂 进入安检空间 安检仪马上报警 监视屏幕上实时显示出 围禁品的具体位置 实验人员又携带冰毒 进入安检空间 安检仪开始不停报警 在监视屏幕上 同样显示出 围禁品的具体位置 正面左上刀 发现可疑物 最后实验人员分别携带刀具 水和粉末毒品 进入安检空间 泰赫资安检仪都毫无悬念地 检测出了这些围禁品 左兜发现可疑物 正面腰间发现可疑物 泰赫资安检 它是对物品的成像来做安检 所以我们既可以对金属做安检 同时也可以对非基础做安检 对于在泰赫资平站 具有自己的吸收和反射 等等特性的这些物质来说的话 泰赫资安检仪都可以做出 有效的探测 就规避了原来这个试试 只能对基础做安检的这种现状 现场检测与测试试证实 泰赫赫资安检仪的确没有电磁辐射 并且具有宽泛的安检范围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 我们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词约数聚变装置实验室里 研究人员正在通过泰赫资波 测量等离子体密度和电流密度 泰赫资它实际上是一个频率的概念 它对应的频率是叫做0.1个泰赫资到10个泰赫资的这样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是两个量级 刘万东教授告诉我们 电磁辐射 从频率上看 在无线电波和光波 毫米波和红外线之间 从能量上看 在电子和光子之间 由于泰赫资辐射 特殊的波长 频率和量子能量 使得它成为蕴含 很多独特优点的辐射源 泰赫资技术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被日本列为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 泰赫资因此成为本世纪最为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 民众安检频率不断增加 突破行业垄断技术封锁 中国自主研发泰赫资安检仪横空出世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泰赫资安检仪 它的具体的应认 当然有相当多 它对特定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可以做到识别的作用 像炸药 像塑料相关的 能够明明地检测出这样的一个成分 它还有比较好的 穿透的功能 它具有一定的探测的深度 可以轻易地穿透像衣物等这种纺织品 它本身又具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分辨率 它的分辨率比传统的微波的波段的分辨率要高很多 所以兼具它的这个穿透特性和它这个较高的分辨率的特性 特别适合进行安检这一块的应用 科学家发现 人体本身体温会发射泰赫资波 当人体携带物品时 物品对泰赫资波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和阻拦 机器接收后 使得泰赫资成像中对应物品所在的位置 和人体背景之间产生强度的对比 从而探知物品的形状和位置 实现对违禁品的安检 当然依据这一原理研发的被动式泰赫资安检仪 是没有任何辐射的 在很长时间里 人们对泰赫资波的了解认识十分有限 更谈不上开发和应用 究其原因 要从一个英语单词泰赫资GAP说起 泰赫资这一块的话 就是在科学界一直被称为叫泰赫资的GAP 就它是一段空白 从电磁波谱上来看 泰赫资是介于微波毫米波和红外之间的这么一个频段吗 这两个的交接的地方 正好是泰赫资的频率范围 那么过去因为这个关学的和微波这两个技术 在这两方面都入到瓶颈了 发展到这都发展不下去了 所以过去这个泰赫资这个区域里面 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开发 所以应该来说 在从电磁波频段来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处理地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微加工纳米技术的发展 至于泰赫资技术发展的瓶颈相继被突破 近20年来泰赫资技术飞速发展 2000年前后 美国及欧洲几个发达国家 率先掌握了泰赫资波的发生和利用技术 并成功应用于安检设备 从原器件到系统技术形成垄断局面 2010年前后 国家对这个安检设备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那么从S光开始到毫米波 然后到泰赫资波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国内的技术方面的一个调研论证 论证完以后觉得 依靠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军用的泰赫资的通信技术的基础呢 可以往这个安检成像方向呢 做一些泰赫资技术的转移转化 2010年后 我国启动了泰赫资安检研发项目 在这一年 武帅博士放弃美国的高薪绿卡 回到国内 中国电科集团第38所 为他量身定制 设立新的研究部门 并由他挂帅 开启中国泰赫资安检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在武帅的感召下 一批海内外博士加入研发团队 与其做一个中国发展的看客 不如回到国内 实际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去 成为一个参与者 在中国航天使医院的一间小会议室内 十几位刚刚从国内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 异常兴奋 因为他们有幸加入了 中国泰赫资技术应用的拓荒阵列 但当时国内的泰赫资技术研究刚刚起步 产品开发近乎为零 这些年轻人没有料到 接下来的研发之路会如此艰辛 我们在研制泰赫资安检仪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说是从泰赫资的基础器件 到泰赫资的实际应用各个领域 应该都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早期特别是13年以前 国外的技术保护技术壁垒这一块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当时国内的话很多的这个特别是器件 我们在国内很多的地方 我们的器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当时的话就是造成了我们前期改过很多次的设计方案 因为的话我们一个设计方案论证了是可行的以后 但是的话再去调研这些器件 它可能在器件供应上有问题 当时我国从泰赫资波源发生材料 芯片和器件 导探测器 接收器 铝波器 隔离器等功能器件 都不能批量生产 当研发团队费尽周折 从国外高价买来器件 却不如人意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泰赫资安检仪 也是引进了国外的芯片 引进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其实发现它本身是水土不服的 它的芯片有很多性能上的问题 自力更生 是我国航天军工企业的精神传承 中国泰赫资技术应用的年轻拓荒者们认识到 纸上谈兵不能让泰赫资安检仪变为现实 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博士硕士们 毅然走进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 向技工师傅学习 亲自动手制作加工电子元器件 最开始的几个这个探测器就是我们自己做 然后的话我们当时买了乔汉机啊什么的 然后的话就是自己一点点的电子显示镜之类的 自己一点点的摸索开始做这些东西 泰赫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100G的东西 它的波长的话 对应过来正好是一个三毫米波 而对于它的这个波导 它的加工精度就要求得非常的高 我们总结出来 我们自己允许的误差量在多少 然后的话特别是我们自己也做了 我们也知道这几个地方大概该怎么做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些技术 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泰赫资探测器 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芯片 应该说是最符合我们的这个产品 本身的这个应用需求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芯片 应该一点都不比国外的差 2014年5月 中国电科集团第38所的科研人员 突破了被动式泰赫资探测的 一系列关键技术与加工工艺 还集成整合了数据传输 软件平台 大数据存储等系统技术 成功推出中国首台泰赫资人体安检仪 一举打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民众安检频率不断增加 突破行业垄断技术封锁 中国自主研发泰赫资安检仪 横空出世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泰赫资安检仪 我国泰赫资人体安检仪研发成功后 很快就投入应用 远在新疆喀什地区的检查站 也用上了泰赫资安检仪 但在使用过程中 现场调试人员发现 监视屏幕接收图像经常模糊 有时甚至出现白屏 严重影响了设备的信号接收 和图像分析质量 就是发现成像有问题 找了各种原因 排除了各种问题所在 最后找的原因 原来是他们发射障碍有天线 他们天线对我们干扰还是挺厉害 因为自然界发出泰赫资波的物体是非常多的 所以探测人体泰赫资波的时候 不可避免会受到外界的很多干扰 所以如何是能够有效地提取 人发出的泰赫资波 而又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这对于整个人体安检仪的探测系统来说 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发生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在其他站也遇到历史的问题 然后这样我们遇到第一次 我们把它排除掉 其他站就很容易把它排除了 赵光真博士他们找到问题的症结后 尝试采取各种评比措施 消除外来电磁干扰 他们为设备加装了滤波纸 重新调整摆放位置 并把部分金属配件换成木质件 之后画面恢复了正常 如今屏蔽外来电磁干扰技术措施 已经成为所有泰赫资安检仪 设计制造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中国电科集团第38所 与中国航天11院研发团队 推出自主知识产权的 第一代国产泰赫资安检仪后 并没有止步 他们把目标又锁定在研发 世界上最先进的被动式泰赫资安检仪上 经过三年公关 2017年相继推出了第二代 被动式泰赫资安检仪 我们这个泰赫资人体安检仪呢 还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一个是它便捷 我们通过这个人体安检通道的时候 不需要停留 那么我们经过它的时候 泰格子图像就会实时的在我们的屏幕上显示出来 然后第二个特点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它很文明 不像传统的这个金属扫棒 那么需要有一个安检员在人身上进行探摩 那么我们这个泰格子人体安检仪呢 是一个完全非接触式的安检 那么可以充分的保护人体的这个隐私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设备的扫描的时间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基本上在两秒钟就要完成一个人员的一个扫描 这样的话就对于很多我们需要安检 特别是大客流密集人群的这个安检工程当中 我们这个安检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呢 它的这个分别率还是比较高 因为我们现在呢 比如动态模式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是每秒时针的这样一个分别率 如果说 把第一代泰赫兹人体安检仪 比喻为泰赫兹照相机 安检时就相当于给人体拍了一张泰赫兹照片 从照片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到 人身上藏匿物品的形状 大小和位置 那么第二代泰赫兹人体安检仪 就升级为泰赫兹摄像机 成像速度已从两秒每帧升级到十帧每秒 当人们接受安检时 已不需要停留 正常通过情况下 即被探知 因为我们在图像处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就把我们现在涉及到的 罗检人权伦理这个问题呢 也能解决掉 这个检查的人员面前 显示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视频的一个图像 所以不是泰克斯本身的这么一个图像 它是有一个模糊化的这么一个处理的 另外一个就是被动式探测本身 它的分辨率是厘米级的分辨率 所以的话对于人的这种细节的这种特征 它是不显示出来的 我国自主研发的泰克斯人体安检仪 被称为拥有火眼金睛的安检神器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 和G20峰会上示范应用 目前新疆已经全面铺开使用泰克斯人体安检设备 系统应用以来 每天检查人数达数十万 以成功查获数千期 旅客携带违禁品案例 及时排除了重大安全隐患 为守护国家一带一路桥头堡的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快我们将在机场火车站地铁体育场馆等 有大流量安检需要的场所 都会看到泰克斯安检仪的身影 那么我们也在论证其他的 在于泰克斯安检成像方面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要用做这个 泰克斯的这个原厂的扫描 另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个设备呢 下一步可能做到一个小型化 小型化呢为了便于这个快速的布防 快速安检啊 或者是一些这种短周期的 不需要固定场所的安检环境下的一个使用 小型化 集成化 功能一体化 大家可能未来看到的泰克斯安检仪啊 它就是跟现在的光学摄像机一样的大小 我可以在很远的地方 我的泰克斯安检仪 它就可以看到这个人身上有没有携带过音频 而且我的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变焦式的 远近都可以去看 可以自身地去检查这个人体 泰克斯波和电磁波频谱中的其他波段不一样 它几乎兼距 通信 雷达和摇杆测距等所有功能 而且在每个领域的应用表现 都比现有技术呈现出显著优势 泰克斯技术或许就是一把金钥匙 将为人类打开一扇扇超乎想象的大门 如果作为通信角度上面来说 如果把泰克斯作为通信的载频 那么它会比现有的这个 就像手机这样的载频 它要高个接近一千倍的样子 那么它相应的这个载的信息的通道数 就可以也就相应的也可以到达一千倍的样子 泰克斯的波员可以载的频率比现在 腾长肉的这个频段要高出三个两斤 一千倍 近年来泰克斯技术的开发利用 越来越受到关注 一位国际科技界 公认为是高科技领域的必争之地 在泰克斯这块处女地里 不应确实中国人的智慧耕耘 更要书写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在医疗 工业 农业等领域 处处可见核技术的应用 方式新铜位素和符照技术 改变我们生活的核科学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播出的 生活中的核